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来金融绝杀半小时的朋友 这个淘宝sir和投资财女节目 今天我们说的美股已经投资了很久了 分析上也说了有很多投资的成交 不断地在科技股上发生 不知道何宝sir对于这一件事 我前几天一直留意着你的访问 你就说美股一定会继续跌下去 然后几个人赞账 不知道今天我们的结果又是怎样 每个人都看你很想知道 唉你也不知道 这些香港的观众 就真的非常之幸福了 因为有我用中文讲给他们听 这里纽西兰那些鬼 他看着我好像 You are a doom Doom 即是说我是悲观者 他们不相信的 这里还有很多东西他们不相信的 他们不相信普丁是被拜登逼他进去乌克兰的 他们说普丁是个坏人来的 你看他打仗他就不对 就是这样的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 特别是欧洲 是的 我也不想教他们了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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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肯定他们真的这样想 是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说是不同的 欧洲那些人都是一样的 欧洲那些人都是一样的 每个人都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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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就应该三点钟左右 最多都是下午 是不是 要等到今晚才开 即是赶得到 不用急 OK 上个星期 我一回来 上个星期二 9月13日 今天是9月19日 大概一个星期之前 美国公布的CPI 大家都记得了 那一段 一个比市场市前预测 只不过因为升 0.2% 接着就散了 整个市场 跌到仆街了 道指、纳指、标普 那天立刻跌成4-6% OK 那么 这个 根本上被我全部测中了 这4-6% 全入袋了 我今天都买了东西 OK 先去买POOT 这个 POOT 因为中秋假期 香港 好像你们公司一样 全部都关闭了 没有人上班 对不对 所以那天的 礼拜一 你们放假那天 我做不到视频给你们 通知不了你们 但是呢 我跟着呢 就也都 很紧张 就在星期二 和那天 就出了 《我是杀手》 《冷汗风云》 我在Victor Finance 那个免费YouTube频道 自编自导自演 就给了所有的资讯给他们 和建议他们 沽他的老尾 全部都还给了錦囊 如果CPI出来是什么 我给了四个 我给他们 如果两个都是比市前预测 是低的或者高的 全部 总之 有什么可以发生出来的呢 我那里写得非常清楚 那天一出出来 就静重其中的一个 那就立刻 沽他老尾了 那天我们就盆满拌满了 OK 那两天因为没有你们两间公司 星期一我就没有法子了 要自己出了 是不是 好了 怎知道上星期五 标普已经中了 第二次梅开尔道 我的神奇号码了 OK 原本第二个目标是11750的 都中了 OK 虽然道指和达子 你一开口就到了 是啊 一开口就到了 所以我今天我想 都不知道给不给神奇数字 好了 给你惯了 那些人天天问我神奇数字 神奇数字 怎样可以天天有的 是不是 天机 还要传出 你记得那一集我们是传出的 天机就算我天天都有 都不可以泄露的 是不是 真是 天机来的 你知道吗 知道也不可以泄露的 今天这个 绝杀金融共同富裕 是收费的 我说得非常清楚 今天我不会传出的了 OK 你想听究竟美股会跌多少呢 你们要付钱了 真是不好意思了 因为不是我说了事的 这些是天父说了事的 是不是 天父 怎么搞的 我们整天都传出 我们一毛钱都没得收 那我又要请财女 又要请财女 又要请Jacky 技术人员 又要拿个地方给她做 那你给我们赌米 所以不关我的事的 OK 我不可以传出给你们的 所以我现在每件事都收费了 OK 没有钱 就万万筆了 OK 不行 我现在要挥 我要挥加人工 何保长 是啊 加人工 快点加人工 OK 真的吗 跟Yuka姐说 跟Yuka姐说 这么好的 你说我说 唉 她一定会生气我 不会 我们会完数字 由一开始做的时候 我想应该有四、五倍了 是吗 OK 怎样指 真的吗 真的吗 是啊 这个节目 證明多人不是 收费底 嗯 当然了 你有一半功劳 OK 哇 一人一半 好 一人一半 OK 好了 近日最多人问这个问题 就是 究竟比股还有多少跌 good fucking question OK 听清楚 我不会重复的 是三个字 还要跌 仍然是一股不良 真的 我会更加的 有几次 不是 有几次 我会做的 不一 我会做的 还没 我会做的 你 我会做的 嗯 大家好 歡迎收看金莊艾石拆解金融密碼 在我錄這集的時候 大家看到這個免費時段的時候 恆子又跌到期指的部分 到2088點 剛才我瞄一瞄 錄的時候和播出的時候已經差了很多天 播出的時候恐慌會見19樓 跌到19000點 不知道會不會 看了這一刻的時候可能是19000點 如果是的話 我沽的期指又會賺到錢 今集說什麼呢 就是有兩位男士 在香港普薪普掌做金融的 有一點點成就 賺到一點點錢的一些心情的對話 他們的對話包括了人生 包括了對國家的看法 社會主義 資本主義 股市 怎樣投資賺到錢 這部分當然會留在禁制 付錢的時候 我們說真的 這個節目收錢的部分 幾百元一年 還是半年 非常便宜 我都想告訴大家 只是這一集的內容 你看這一集 都不自己白問 因為對你的人生 是有很大的啟發 你會感受很深的 最主要我不是眼銷我的政治概念給大家 我的看法給大家 我不是做這件事 而是在今時今日的社會 能夠這麼赤裸裸 坦裸裸 完完整整去 將自己的想法和體會說出來的 是不多的 我覺得這十幾分鐘的對話 是足夠改變了你之後做人的部署 包括 嫌不移民 包括繼續死守香港 或者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 去北上 或者決定放棄香港的移民 或者你買什麼股票 繼續做不做生意 之後怎樣教育下一代 都會在這十幾分鐘裏面的說話 你會得到一些答案 Isaac 就聽完了 你好像是不同意的 是的 先說一下 引一下他們 因為 話說這個心情對話 那個人 他的身份跟我不同 其實 如果你有幾十億的話 而你又跟中國有瓜葛的香港人 你這樣想是很正常的 但如果我們只有幾十萬來買股票的小小香港人 就會覺得有沒有搞錯 神經病 因為身份不同的問題 所以我就不同意 還有就是 另一方面 我覺得他作為一個香港人 對大陸的實際上的生活的了解 好像是歐了 可能我也歐了 但我歐了幾年 但他好像生氣 那個人歐了十幾年 於是我就不同意了 好了 那 是不是很想知道這個心情對話是什麼呢 還有我們怎樣去把這些說話 變成更有營養的東西 去更加適合自己呢 我亦都重申了 我亦都重申了 收費時段 即是你按了按鍵之後 所聽的這些所有的資訊 或者那段對話 不是一個真理來的 亦都不是一定對或者一定錯 你可以同意 你可以不同意 但自自然而言 如果你的心 你能夠開放你的心去聽 是會啟發到這些東西 你會有自己的idea去塑造 去令到這件事變得有價值 從而可以幫到你下半身怎樣去走 不要錯過了 按鍵 誰會接到這件事 也要小心 幹閵